剧透这件事,简直就是耍流氓,最近,大家应该都迷失在后宫的生活中,无法自拔吧,虽然买了会员,虽然能一次性多看六集,可这也不是什么好事。 毕竟,过瘾是短暂的,一旦是空看完,还得每天苦苦等着更新,再说了,提前看过六集的你,找不到人好好探讨剧情,简直白找挠心,可以但没忍住剧透了,就等着牵收别人的诅咒吧。 对于剧透这件事,大家非常纠结,明明每天都被最后的悬念气到原地深烟,恨不得穿越到第二群真相告白,可真的要有人告诉你后面的剧情,就没了那种一点点被震撼到的过瘾,更让人生气。 唯独有一种情况,大家心甘情约被剧透,那就是剧剧之后,前几天,一场剧透车祸现场在微博上演,因为,二群的死被提前泄密,有图有真相。 真的不是意义,原来,有眼睛过于血量的网友发现,年写攻略的盗版种子已经登录越南,中文发音,越南语字幕,而且比国内播出进度还快了八级,于是,一大波犯了独眼的剧泥纷纷跑去彻夜不眠的狂欢追剧。 然而,比起支持盗版的行为,剧透二群死在第五十七级的操,做就真的不可原谅,结果,二群的死抢了各种风头,上热搜,上推送,上朋友圈,在一片欢呼中,口口听到像他是追剧的粉丝,心碎的声音,虽然被剧透,不过大家也就愤怒了一秒钟吧。 毕竟,二群的死还是大快人心的,感觉一举超过容摩摩,血衣和华威的仇恨度,因此,网友们奔走相告,相约在国内更新的那一天,一起送二群上路,虽然有明显的剪辑痕迹,让二群的死没有那么过瘾,可是,在看到这一切真的发生时,一首我国著名歌唱演员祖海老师的《好运来》,送给各位观众朋友们, 当然,也不是所有剧透,都有大团圆结局,百分之九十九的情况,都是让人崩溃的。 下面有请我们的大表姐珍妮福·劳伦斯为年轻自示范,2014年美国演员工会讲红台上,接受采访的大表姐偶遇男演员达米安·刘易斯。 大表姐相当兴奋,因为当时她正在追对方主演的现象级美日国图安全,于是,大表姐瞬间切换至粉丝模式,害羞的语无伦次。 罢,撤,就在此时,正在采访的记者肖恩·罗宾玉突然对大表姐说了句,你不知道她在这一季里死了吗? 然后,大表姐表情如下,快来看看当你被剧透时的表情。 此时此刻,肖恩才发现大表姐只是看了这一季,并没有看完,连一旁的男主角达米安都尴尬到原地不动,变成一根电线杆。 所以,正在有意,远离剧透,可就在最近,又有一场严重的剧透,事故发生在全球范围内。 剧透的对象是诺兰最经典的科幻电影之一《盗梦空间》,虽然电影已经是八年前的事,不过有个悬念机的困扰着所有人,陀罗最后到底有没有停。 看过电影的人,当时一定被这个梗折磨死了,因为小李子的角色可,是用陀罗的动语情区分梦境还是现实。 在电影最后一幕,当旋转的陀罗开始抖动时,电影戛然而止,留下一个开放式的结局,虽然在当时这个结局快要被骂死了,不过现在来想也是好的。 听下来,自然是一个完美的结局,继续旋转,那续集也许会在某天重新归来。 可是最近,在电影中饰演笑李子岳父的麦克,而凯恩,剧,透,了,在一场公共演讲中,可能是被观众吻到崩溃。 所以,凯恩终于说出,在心里,藏了近十年的秘密,当我拿到《盗梦空间》的剧本时,有点困惑,我对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说,我有点分不清这里面说的现实和梦境,到底,哪些时候是梦境,哪些情形是现实? 诺兰给出的答案是,有凯恩出现的场景就是现实,所以,当笑李子最后一次旋转陀螺时,凯恩在此前出现过,也就是说,他最终回到现实世界,和家人团聚,电影是大团圆的,不过以你的内心却是拒绝的,毕竟用了八年才接受自己第一阴的结局。 如今,有些人估计,要被颠覆重新再来了,而且,这样的结局还怎么拍事集啊? 好在,这是电影供应后八年才被剧透的,可有些明星居然在供应研究上演了如此操作,这个大嘴巴就是荷兰帝Tom Holland,那真的要被这个小朋友折磨死了,因为保密工作做得再好, 还是禁不住荷兰帝双向,石榴车道的大嘴巴上,可月和准复共同接受采访时,他的一句因为他准复,可不经常谈论一些关于量子世界的东西,而我只要说啊你真棒,就好了,虽然看似没什么抱点,不过真的为你们了解,因为,在复连三月压根,就没提到量子世界的内容。 但是,复连四即将在明年五月供应,所以,口口不要做那个剧透的人,这已经不是荷兰帝第一次严重剧透了,早前他就在INF的一段视频中提到,我现在有些困惑,因为我已经死了。 那时,正巧在复连三公映前期,有多个重要角色死去的剧情传闻,让尹尼一个个心惊胆战,生怕自家爱豆领和饭。 结果,荷兰帝的粉丝第一波普接,别家粉丝赶紧跑来留言,别的剧透了,范威不得不拿出必杀,不提前给他看剧本。 热心的荷兰帝,也承包了别人作品的剧透,心智就在采访中抱卷,自己对《诸罗纪世界2》的最初印象,全都来自荷兰帝。 后来我读到了剧本,整个人都觉得天啊,这孩子真不是在耍我,他说的每句都是真的,这真是很复杂的感情。 随后,所有媒体开启了心机表模式,各种在采访中设计让荷兰帝亲自剧透,不过很明显,你儿子的脑子可能是不太够用,剧组演员自觉成为人兽消音器,比如你家卷服, 虽然一直在各种剧透中的商业机密,不过,可能荷兰第一就没有被开除的原因是,同剧组的斗森也有着大嘴巴,还有一位的操作更厉害,那就是饰演浩克的马克鲁法罗,在《雷神三首映》里当天,马克书在红毯上开直播与粉丝互动,直播了走进影院,直播了电影前十分钟,直到被人提醒才想起没关直播。 好在大家只听到声音,没看到图像,当然,口口觉得漫威的剧透很有潮话题的嫌疑,所以,被剧透的你是什么样子的呢? 这周期Shop3C活动是初秋衬衫,新秘书同款,什么的通通五折夹波,图片来源,东方IC新浪微博,豆瓣给粉时尚COSMA原创内容,未经授权,紧直转载,熟续转载,请联络我们或许版权,喜欢这篇文章的话别忘了点个赞哦。 这个混音